OK,今天来到东大阪市,来看一个带大露台的新建一户建 土地面积90.24平,建筑面积92.7平 两层建筑正正好好,永久产权,地皮加上地上的建筑物都是你的 一进门是日式经典,下沉是玄关,左方不如是鞋帽间 整门设置,不如是鞋帽间和玄关两方都可进入屋内 进门先上个卫生间 客厅和外侧玄关,空间有一道门之隔 喜欢这种有私密性的设计,该开放的地方开放着 该有门的地方得有门 一户建就是有很多收纳空间,毕竟表面功夫要做足 收纳都不能在明面上,两侧都有大落地窗过堂风嗖嗖的 电费也省了不少 开放时厨房有什么优点,我说一个你一定想不到 夏天做饭太热啊,一般封闭式厨房哪有装空调的 开放时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不管你怎么讲,我家做饭时可是一点都不热 厨房后面还有一个隐秘的角落,可不能犯错 犯错的带你去爬山 楼门独洞的一户建没有了一楼大厅的保安员做安保工作 谁来敲门可要先清楚再开,不说清楚就绝不让他进来 还有LED灯照明的三面房屋建柜 看起来平平无奇,使用起来可是方便极了 护肤品,洗衣液等等等等都给我建柜子里 洗面台也要常清洗 浴室也是多功能,泡澡淋浴两不悟 没雨季还能晾衣服,泡澡水可不怕凉 隔温挡板常在旁 再到二楼看一看,小小隔断用处多 二楼一共三间房,每间都带大衣柜 双面采光通风墙,外面风景在这儿瞧 卧室大小正合适,衣柜高度也真不赖 春夏秋冬都能放 清测高度给大家,所见即所得 正过走廊第二间,手摇小窗采光好 虽然不算特别大,这间大小也舒畅 如果您嫌小的话,做个备用客房也不错 日本的卧室呢,就算再小也会带有一个内嵌式的衣物收纳空间 最后一间大卧室,两边衣柜真是强 适合爱美女孩子,衣服包包都能放 不仅南边带小窗,落地窗直通大阳台 还有新奇loft,上面的空间很微妙 最后带大家来看看大露台 今天风特别大,但是天空特别的蓝 之前就想过家里有一个大露台可以BBQ 这套三室一厅位于东大阪市的新建一户建 20分钟到市中心商区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有没有老板来收了它? 20分钟到市场以外